新北市土城区 昨天晚上十点多 一对情侣满身鲜血地坐在医院门口 路过民众以为是情侣在马路边 护砍下的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时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南方向女友提分手 这名女子一时情绪失控 拿刀捅男友的臂部 男友夺刀时也不小心划伤了女友 造成两人身上多处刀伤 事后他们一起并肩过马路 想要到对面的医院来救医 女子边哭边跟救护人员求救 因为她手脚被刀砍伤 鲜血直流 而她男友也在旁边 背上三处刀伤 虚弱地倒在墙边 深夜十点多 这对情侣浑身是血 一起坐在医院外头 但当警方问起两人关系 他们却撇得一干二净 女子哭着说不认识 男方也对女友伤势不问不问 因为她背上的伤就是女友刺的 这一幕吓坏附近民众 原来34岁的10型男子和大他6岁的女友 两人交往两年多 但男方想分手 22号晚上10点多找女友来家里谈判 冥想到女友无法接受 竟随手拿起水果刀 朝男友背部刺下去 男子夺刀时也不小心划烧女友 两人双双挂彩 并肩走到离家100公尺处的医院求救 虽然事后都不提告 但女子一时情绪失控 迟到想象 不只伤了男友伤了自己 恐怕也切断了这段缘分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